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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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补计率� Negative 你们就住在哪里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喂 找罗医师 罗医师外出医疹吧 好 谢谢啊 不好意思 罗医师外出医疹吧 谢谢你 你不用信 你一下子给我们两个好消息 结果两个都落空了 老夫人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听雨晗小姐说 那汤的材料是她买的 买完材料后 在码头附近的一家饭馆炖的 说不定饭馆的人知道 雨晗小姐住在哪里啊 那我们去那家饭馆找她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饭馆的名字 码头就那么大 转移转移一定能找到的 好了 快走 你看这个好不好啊 这个很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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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就剩这家没乱了 嘟嘟嘟 康康 康康 别乱跑啊 乖 听话啊 一会儿燕姐姐回来了 雪妈 雨晗的孩子是不是叫康康啊 好像也是叫康康吧 你叫康康啊 是 你认识我吗 不过你很像我家里照片上的婆婆 那 你可以告诉婆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吗 雨晗 真是 婆婆家里啊 有好多 你妈妈小时候的照片 你想看吗 想 那你要到婆婆家去吗 好 快跟婆婆做点啊 找到康康 就不难找到雨晗小姐和至伟少爷了 来 把手擦一下 经过今天这么一闹 平时别看样大大咧咧的 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扭起来还真难缠 来 这只说 今天啊 经过这么一闹 我发现样对你挺认真的 我也这么认为 我觉得样子女孩子啊 对你挺好 人也挺好的 你觉得呢 糟了糟了糟了 康康不见了 什么 什么 大哥 看见我们家康康了吗 大叔 看见一个四孔男孩的吧 我问一下 有没有跟他出口的一个小男孩啊 拜拜呢 应该看见 谢谢 阿婆 看见我们家康康了吗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啊 有 有这么高开 四五岁的样子 大叔 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 皮肤白白的一个小孩啊 没看见 谢谢啊 康康 康康 你先别着急 我们去那边找人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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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找到没有 没有 那怎么办呢 康康 下一番你得出力啊 知道 知道 罗伯 这位 什么事 看到我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 我看见 刚才给老太太去那边呢 那 会不会被人拐跑了 奶奶 一定是奶奶 走 好 好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就多吃一点 婆婆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你待在这里天天都可以吃 可妈妈说 小孩子不能贪吃 贪吃会蛀牙 我要听妈妈的话 对 小孩子就是要听妈妈的话 来 再吃一块饼干 看看 妈妈 妈妈 你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你跑这么远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我再打他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不要打他 鱼海 是奶奶的错 是奶奶的错 奶奶没有说一声 就把康康带走了 是奶奶的错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对康康做的一切 就向奶奶找你 跟志文一样 你有没有体谅到奶奶的心情啊 奶奶 对不起 遗憾 看看 对不起 是祖奶奶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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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把祖奶奶这儿来 来来来 坐下来啊 坐下来看看 坐下来 对不起啊 看看 都是祖奶奶的错 都是祖奶奶的错 对不起 宝贝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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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宝宝 遗憾 奶奶是这么想的啊 白天呢 你们大家都出去工作 家里头也没有人 不哭了 我来照顾他 我来照顾他 行吗 我来照顾他 行吗 奶奶 这 好像不大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的 康康 是我们苏家的孩子 留着苏家的血脉 住在这儿理所当然啊 这 有谁会说话吗 就这么说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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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番 一番 最后就要 冒冒 两个人 冒冒 都知道了 这 七个人 和我一样 我 funcion 冒冒 冒冒 那我 没有一个愿跟老人住的 老夫人 没事 我老了 早点死了就好了 少爷 你刚走的那些日子 老夫人想你想的 眼睛都快哭瞎了 儿子 奶奶 至微不小 孟奶奶原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真笨 刚刚说过的又忘了 对对 爸爸笨 爸爸笨 爸爸 叔叔他医院有事情 走不开了 改天再来看你 爸爸 对不起 我不应该离开你 我们父女相处的时间 太少了 来世 让我在做您的女儿 好好地孝顺你 您安息吧 您安息吧 你来做什么 你父亲这个一会儿 我今天是来道歉的 我误会了他 对不起 对不起 安妮 你爸走了 可是还有我跟志伟 我们会照顾你 你童子 你就是我的女儿 你就是我的女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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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 我们结婚吧 你一定是个好爸爸 也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婚姨 是一辈子的事 我们俩都需要一段时间 好好地冷静想一想 等康然胜利 如果我有幸活了下来 就让我重新追求你 我是认真胆 我不但要重新追求你 还要娶你一辈子对你好 不再让你受任何的伤害 你是个好女人 应该拥有幸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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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做你爸爸 航母 我不要 我有爸爸 干嘛要你做我爸爸 别乱动 小心回血 爸爸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别胡说八道 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里面请 坐 你要出门 前下的医院伤病很多 我要赶回去 答应我 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想了很久 康康以后就交给你了 这是对他 最好的安排 我和雨晗说过 只要他有好的对象 我就退出 这些话不管在任何时候 对任何人都有效 可是雨晗已经习惯 你的存在 康康也是一样 他已经习惯了喊你爸爸 我也不忍心跟他说出真相 他会受不了的 对不起 我也试过 但我开不了口 你开不了口 我也开不了口 那么就让这件事 永远地成为秘密吧 这对你不公平 从康康出生开始 从康康出生开始 我就从来没有经过 做父亲的责任 反倒是你 在他们母子两个 最困难的时候 毅然出手相助 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 罗医生 你不但是雨晗 最好的守护身 也是康康最好的医生 由你照顾他们 我很放心 我跟雨晗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你一点都不为你自己想吗 我跟雨晗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但雨桐已经不在了 虽然她已经不在 但是她永远 都会横跟在我跟雨晗的中间 我们都没办法忘记 只有我跟雨晗之前的 美好时光 我可以一直 留在我的心里面 我还是太阳光 是聪明的 监控 不许多 我 疯 我 没事 你 我是 我 我 你 我 你 不要乱叫 他不是爸爸 是姨父 叫姨父 好了好了 不跟姨父玩了 我是康康的爸爸 不是什么姨父 不是的 康康是有爸爸的 是我和 还要骗我 我已经知道了 康康就是我的亲母人 崔海 你好残忍 竟然瞒着康康的身世 不多康康享受坏的权利 不多我疼爱康康的机会 对不起 我如果说 我是不想影响 你跟宇童的婚姻 所以我才会做出 这样的决定的 你瞒得我们好啊 你怎么忍心啊 宇童 对不起 我也是没办法 不用说了 反正我也没孩子 我们决定让康康认阻 没错 康康以后就跟着我 不回去 不 来 儿子 到妈妈这边来 不要 儿子 儿子 走开 把康康还给我 康康 儿子 儿子 把儿子还给我 儿子 到妈妈这边来 康康 哎哟 原来是长梦 我回来了 你怎么办 我没事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康康的事 才会如此患得患失 心烦意乱 你自己一个人 瞒着这个秘密 实在太煎熬了 何不干脆说出来 开诚不公地解决 不 我永远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难道你要一直担惊手 爬下去 你自己也看到 现在康康跟俊杰的关系 越来越好 父子亲情是天性 除非你能永远隔绝他们 否则你的恐惧 只会越来越大 那我还是把康康 留在我身边吧 生的夜长梦多 就这么决定了 就这样 然后是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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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不了有事 你干嘛 你干嘛吹人之位 你没事就好 让开 人家把你救起来 你打人家干什么呀 就是 关你们什么事 什么事 来 算了算了别管了 咱们才咱们走 这么不讲道 大小姐 没事吧 来 快喝点姜肠 死不了 我还要等着找那个坏蛋算账呢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老爷吩咐了 让你一回来就赶紧去吃饭 他和杜小姐等着为你接风呢 谁要他接风啊 自作多计 不应该啊 这都这么久了 应该到了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是他不想来吧 不会呢 不会呢 我吩咐了万婶 无论如何都要让他过来 罗先生 您家里来电话了 好 安妮啊 万婶 安妮呢 老爷 您和杜小姐两个人吃饭吧 小姐说她不过去了 你叫她听电话 大小姐她 万婶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 老爷 大小姐喊我了 我过去看看啊 没办法 安妮不来了 我们自己吃吧 我说得没错吧 早就知道是这个结婚 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安妮也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嘛 你又何必跟一个小孩计较呢 都二十了 还小啊 我二十岁的时候 已经扛起一家子的家计了 安妮的妈妈死得早 我总是觉得亏欠了她 拼命地想补偿她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 她被我给宠坏 你就当是给我面子 别跟她计较了 你一直说重庆有多好多好 可是我来到这一点都不快乐 早知道我还不如留在苏州呢 不行 你一个人留在苏州我不放心啊 跟我苏州有很多的朋友啊 到了这儿除了你 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迟早我会被闷死 你想劫持一些新朋友 没问题 改天我办个酒会 朋友多得你都应接不祥 再不然 就来个三缺一 一起打麻将吧 你那些朋友我不喜欢 认识再多也没用 这样吧 等这一批的棉杀脱手 我带你出去玩玩 现在外面都在打仗 烽火连天的 到哪儿都没劲 要是 如果你还是不开心呢 那我就陪你逛逛 去逛珠宝店 你乡种什么咱们就买什么 再贵种的珠宝 也不会和我说话呀 南岸的那栋别墅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 不想去住吗 所以我就让老吴 把房子给租出去了 租金全归你 你明明知道我在意的 不是这些东西吗 那你想要什么呀 只要你说出来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我都给你去摘 我不要天上的星星 我只要一个名分 你也想要听到 每次一提到这两个字 你怎么就不说话了 我不是也在想办法吗 要是你女儿反对到底 你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 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现在不要说这些了 先吃饭 服务员 上菜吧 好的行 莫先生 康康睡了 睡了 行了 我来吧 大男人干这个 谢谢啊 谢什么 都是一家人 对了啊 志伟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 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这衣服怎么还破了个洞啊 甭提了 今天在码头上碰到一个人 那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明明是她不对 她非得来到我头上 你说什么样的女人我没见过 什么样的大小姐我没见过 你有什么可神奇的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救她 救完她还打我 还打你啊 是啊 你现在知道了吧 少爷 你以前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 没错 我之前呢 是没少耍大少爷脾气 可我也没有像她那么恶劣吧 嗯 也是 你呀 以前就是大少爷脾气 严重了点 不过也没什么大奸大恶的 重点是 也没学到什么本事 我呀 之前真的是不懂得欺负 我如今落到这步田地 绝对是老天爷给我的教训 我得牢牢记住 要承心开门 哎呀 你说你这些话呀 奶奶要是听到 不知道多高兴 从前在家里面 有些人伺候着 我从来没有觉得感动过 可现在看你一阵衣线的替我缝衣服 我心里觉得很温暖 真的 我打心里面感动 这就是一家人 好了 少爷 疯好了 您看可以吗 要不要我替您穿上啊 你明明看到是那个人撞了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弄丢了我的东西 你敢这样子跟我说话 你给我早上去找 找不到你就别跟我上来 我告诉你 这个我找不到 要找你自己找 你什么态度 什么我什么态度 你什么态度 死板狗 阿妮 阿妮 爸 阿妮 你怎么不去吃饭呢 爸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是因为刚才我下船的时候 一不小心掉进水里了 喝了臭水 我差一点就淹死了 所以啊 才没有心情陪你一起吃饭的 差点淹死了 那后来怎么样了 有人把我给救上来了 谢天谢地 那救你的人是谁啊 那救你的人是谁啊 爸爸要好好谢谢他 谢什么谢啊 我不抽他鞭子 已经是对他很客气了 抽谁鞭子啊 听不得正好 我也不想再说他了 爸 您找我什么事啊 这么久没见我的宝贝女儿了 终于盼回来了 还不得赶紧过来看看你啊 说得真好听 这都什么时间了 你才回来 你根本就是温香软玉 乐不思熟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总不能把人扔在那 赶回来看你吧 对 你怎么说都有道理的 阿妮 爸爸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阿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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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放弃成见 祝福爸爸 阿妮 啥 她 可 恩 阿妮 你也不像郭文一样 你妈妈走的时候你还行 爸爸担心你和姬母处不好 所以一直都是单身 可现在你都念大学了 你也应该替爸爸去想想了 等哪天你嫁人了 爸爸这么大年纪 得有个人照顾才好 很好啊 他进门啊 我就搬出去 你这丫头 爸 我累了 我要休息了 好好 那你好好睡觉 因为 你是康康的亲生父亲 你到底要不要救他 没事的 我都说了 来 抱起妈妈 你们坐好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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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不怕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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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翰 余涵 康康 余涵 康康 余 余涵 我的脚 老兄 快 快快 快点 余涵 拜托你了 看看我来 你能行吗 行 好 罗准 这雨晗啊 还是不幸中的万幸 只有万伤 收了两瓶业底 休息够了 就应该能够醒过来了 谢谢 谢谢 对了 孩子呢 孩子怎么样 时间不多 需要疏险 这片它又是RH的稀有血腥 现在只有 到别的医院去掉血 刺别 罗医师 罗医师 目前严重血活 到处都掉不到血 RH 一般的血腥还能讲办法 这RH可就难了 我去打个电话 好好好 俊杰啊 奶奶 我是浩然 我找俊杰 他在不在啊 他出去了 你找他有事吗 那您快去找他 叫他赶快到医院来 医院 是 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 你快说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出了车祸 看看手伤了 啊 要不要紧呢 你快说 现在怎么样了呀 他现在需要书写 得找俊杰来书写 啊 找俊杰 哎呀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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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出去了 一个晚上都没来电话 我正在着急呢 走了 目前医院闹血黄 找不到和康康一样的血型啊 那我马上去医院 我书写给康康行吗 您的血型跟他不一样 哎 你又没给我验过血 你怎么知道 我 我不行啊 我 我马上去医院 你等着我啊 奶奶 喂 请等一下 罗医师 电话 好 喂 我是罗浩然 没转眼让我通知你 肖剑没死 昨天晚上 他在你宿舍外 鬼鬼祟祟的 还钻到你车下 不知道动了什么手脚 我就在想 车子好好的 怎么突然失控 原来是他呀 什么 你出车祸 老夫人 您真的不需要我陪您去吗 哎呀 你就在家守着吧 俊杰打电话 回来让他立刻去医院 知道吗 哦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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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点 老夫人 知道了 喂 血默 我是俊杰 你快点帮我找奶奶 接电话 大姑爷 您可出现了 老夫人刚去了医院 阿小姐和康康出了车祸 您赶快过去吧 雨晗不懂事 你也跟着他一起不懂事 竟然把康康的身世 瞒了这么久 也许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血浓于水 俊杰又全力知道 康康是他的亲生儿子 你硬生生的不让他们父子相见 这是不人道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老太太的血已经验出来了 是B型 康康要等死吗 阿尔治的血型本来就是西游血型 现在只有俊杰能救康康了 奶奶 奶奶 怎么样 康康怎么样 你可回来了 快 给康康输血去 俊杰 康康失血过多 需要输血 现在只有你的血 能救康康 是吗 快 准备输血 快 走 等等 为什么只有我的血能救康康 因为你和康康的血型相同 血型相同的人不是很多吗 为什么只等我一个 万一我不在呢 那康康岂不是等死吗 你们怎么搞的你们 因为你是康康的亲生父亲 你到底要不要救他 如果我们好好阻挡你 肯康 别怕 有爸爸在 一切都会没事的 奶奶 一涵 你可醒了 康康呢 躺好躺好 躺好 你受伤了 昊然说 你要好好躺着 不对不对 奶奶 这么大的撞击 康康那一定有事的 你不要瞒着我 他伤得很严重 对不对 他在哪里啊 你躺好 奶奶告诉你 你躺好 你躺好啊 你告诉我 康康正在书写 幸好俊杰赶来 要不然康康就危险了 为什么 康康是俊杰的孩子 你为什么瞒着大家 昊然告诉你 只有俊杰的血型 跟康康相同 是个傻子都知道 还需要浩然 告诉我吗 那也就是说 俊杰已经知道 康康是他的亲生儿子 好好说 好好说 啊 好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跟我解释的 是 我想跟你说 我很多次想告诉你真相 可是实际都错过了 我想说的话全都推回去 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说实话的话 我就不会跟雨童结婚 那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你好了 你的记忆恢复 不要敲开话题 我再问你 为什么要 要瞒着我跟康康的身世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雨童 因为雨童 我知道她不能没有你 如果她失去你的话 她活不了 因为雨童 那是以前的事 现在雨童不在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 为什么 我帮你回答 是因为罗医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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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命的话 别出声 这位英雄是谁啊 高姓大名啊 我懂 江湖就极是吧 来 都拿走 我不要钱 我要人 原来是要人啊 早说呀 我不是要你 我要的是那个叫秀儿的姑娘 大英雄 唐门夜总会漂亮姑娘有的事 干嘛非得要那个秀儿啊 不要啰嗦 把人给我带来 如果秀儿身上掉了一根头发 我要你加倍奉还 你可能还不知道 这豪门夜总会啊 那可是忠义堂 堂四爷的场子 你这不是明摆着 跟忠义堂的堂四爷做对吗 我管你是堂四爷 堂五爷还是堂六爷 你跟我过来 走啊 您要的人带来了 告诉那个叫什么四爷 我叫白念生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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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骨斋的掌柜的孔文韬 最近四下里打听一幅叫云松图的卷轴 四爷 四爷 接着说 天洁卫所有人都知道 孔文韬的幕后老板那是日本人 你说他这时候 着急找这么一件宝贝的下落 我觉得这里边有玄机 巡捕方抓到这小子没有 没呢 这小子有两瞎子 昨天呢在福美路见了巡警就打 几个日本浪人追捕了 被揍得鼻青脸肿 脾气火爆身熟了得 大有来头 可是他去了咱们的侯门夜总会 看场的刀疤吃了大亏 四爷 这小子连咱们的地盘都敢砸 红七那帮手下嚣张惯了 该有人收拾收拾了 对对 传王的话 水汉码头三十六个堂口 务必在巡捕房之前 找到那个小子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四爷 这可是明白着和巡捕房作对 合适吗 江叔 明光寺无为方丈 俗家的名字叫吴维庸 你没听说过吗 吴维庸是当年金门四虎的带头大哥 是四爷的过命弟兄 所以我要找到这小子 如果是他杀了我大师兄 我就把他千刀万剐 如果不是我就保着他 看谁敢动他一根汗帽 知道了 知道了 在那儿 在那儿 寻找到他 小子 那儿 你一答应 你才看他 你怎么回事 本事 也不是 蛮女的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最态 if 叶生哥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和秀儿 现在已经无家可归 以后 我就认定你了 你只要一句话 我黑娃 五汤蹈火 绝不喊我 如今 秀儿甘愿为你 做牛做马 你就让我们 留在你身边吧 好好照顾你妹妹 有事来北港巷找我 我先走了 父亲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那小子来豪梅夜祖会 就走了一个姑娘 是谁 是前几天刚刚卖到的 零银女 叉叉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小心点 嗨 消息 趋 个儿 走 准备了 过了 去 云 念生哥哥 我答应过帮你找家藤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跟着我爸爸 他会带你到家藤那里 不过 你可千万别胡来 家藤先生 为了抓捕一个小小毛贼 你又是请吃饭 又是送礼的 这是何必 韩司令 此人手上沾着血癌 而且手段残忍毒辣 如果不早日捉拿归案 恐怕天津城内 不会有安宁之日 据我所知 这明光寺的方丈被杀 充其量就是一个屠材害命 并非家藤先生说的 什么外交事件 我现在在想 难道这里面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吗 实不相瞒 明光寺的无为方丈 跟我是多年好友 我们都对书画情有独钟 多年前 我偶然得到一幅 名出怪彩 竹齿散人的画作 花重金买下后 一直寄存在 无为方丈那里 上次跟韩司令说的 极为重要的物件 就是这幅画 没想到歹人 为了得到这幅画 居然害死了无为方丈 所以我必须抓住此人 凶手四处作案 连连伤人 我城防部队 为了你的私人恩怨 已经在大动干戈 你说 这杀鸡 何用牛刀啊 我明白 只希望韩司令继续戒严 捉拿凶手 由我的人处理 还望韩司令 能大开方便之门 韩司令 我听几个日本侨民说 大小姐和那个通缉犯 是好朋友 你什么意思 我女儿跟那些人 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只是听说 如果大小姐能提供线索 有助于集凶 韩司令 就看您怎么 韩司令 叫啥呢 你们这二十年半个月的 不用吃了还网呢 小姐 我们可不敢笑你 来来来 一块吃嘛 小姐 我们可不能穿主人桌子 来 来 吃 来吧 吃吧 来 这还可适合吗 真的 这还真是我当年写的字 可刚才老爷您车了 您可是从来没见过贺贵琪的女儿啊 我见我是没见过呀 但是我知道啊 贺贵琪确确实实有个女儿 万一是个骗子呢 她有她的千条计 我有我的好主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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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拿套衣服来 小姐 你就这一身衣服啊 叫你们老爷爷想办法呀 我就不信你们家没女人了 随便给我拿一套就行了 好 老爷 云秀要换衣服 那把心疼的几件衣服拿去 让他换换吗 老爷 他还戴着手枪呢 啥 手枪 至于大惊小怪的嘛 军发的女儿 哪儿也不会武枪弄套的 你告诉他 石头利落落 到我书房来一下 是 小姐 真好看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呢 像天仙似的 这衣服呀 太不合适我了 你是没见我 穿我自个儿的衣服 那才叫你惊呆了呢 林秀 老爷说了 让你到他书房去呢 行 你告诉我怎么走 我一会儿自个儿去 郭家大着呢 我们是怕你自己找不到 那鼻子底下长嘴呢 不会问哪 我从陕西都跑到这儿来了 还找不到你们老爷的书房 好 老爷 那云秀到现在还没到 要不 咱们家房子多院子多 估计是走迷了道 没事 这个女子聪明 一会儿肯定能找到 你们先出去吧 是 干啥的 你还问我干啥 我还想问你呢 我可盯了你半天了啊 你在这院里转来转去的 你干啥呢 盯了我半天 咋的 小爪流氓啊 你还别说啊 你长得还真有几分自色 这身衣服也不错 第一次来吧 咋的 你来过几趟吗 那当然了 这院我可来过 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地方 你也知道国家很有钱 那当然知道了 要不然我也不能来呀 原来挂大锁的那个是国家的银库 对 那你 当然是来弄点银子啊 要不然我来这干嘛呀 看来咱俩是大帅出了龙王庙啊 一家人不说两下话 好 实话跟你说 我都来了几次菜点儿了 有一次还差点碰到他们许诺家丁呢 咱那么不小心哪 傻呀 躲着点儿了 不是啥 就是没猜好点儿嘛 今天得快遇到你了 魏叔啊 就像你刚才那样 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你不怕再碰着他们 这一院巡逻的人可多着呢 小偷小摸的那才怕呢 像我这样的江洋大道 根本不怕 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活个啥不 活个啥 就是要干大事 干大事才叫大道 早有准备啊 怪不得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这是衣服 这是盗来的吗 这人哪 要干大事就得花血本 我就穿成这样 我大摇大摆在院子里走 我碰到家庭我都不怕 你知道我会跟他们说啥不 说啥 我是沿西山的闺女 听说你们郭家有个少爷 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我看看她长得咋样 长得好的话 让我父母来提亲 高啊 你这手太高了 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我见着高人了 高人虽说是高人嘛 但是我这高人呢 也不轻易动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既然咱俩能相遇 那就是缘分 今天马上就动手了 怎么动手 这样吧 咱们行规不是说得好吗 不走空 对对对对 咱俩联手了 咱俩 联手 不妥吧 到最后 你多我少 我少你多 再打起来 不妥 要不这样吧 我走 而且对人认识 行行行行 我是个讲道理人 俗话说得好 见面分一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咱俩既然相遇 那是缘分 这样吧 二一天坐会儿 咋样 少点 你三我二 一言为定 多少了 走 这可咋开着锁呢 妈呀 你咋有钥匙啊 我也是有备而来 这三把钥匙 就这把能搭配 我可磨了半年呢 我心肠胆 你才是高人哪 就凭这一点 我觉得分你太少了 你四我一 客气客气 快快快开锁 一会儿家庭来了 你不是说你不怕吗 你说你是来相亲的呀 我一个人是不怕 可是我带着你咋说呀 你 你就说 我说你姐夫 跟你来了 行行行 那你赶紧试试这钥匙 能不能开 试试 那你咋不开个仨证呢 你咋不开 你咋不开 来呀 就这儿 就是这儿了 就是这儿了 那边呀 你咋不开 妈呀 你看这个 别拿那个 拿金砖 你这胃口可不小啊 人心不足 试探像嘛 对 金砖好 拿金砖 哎呀 那我就崩了你 这是干啥啊 走 跟我走 去 去哪儿啊 去见郭敬雄 你是谁呀 我是谁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郭家大小姐 专门负责银库的 你这个小贼今天算你倒霉 没落在本小姐手里了 走 有有有有 我有眼不识泰山 大小姐 大小姐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放回去去 不行 这是罪证 拿着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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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走 走 哎呀 这女性也该来了 老爷 这个女人会不会跑了呢 小姐 到底是干啥的 你说我干啥的 我专门收拾你这江山大道的 站住 你不是 踩点踩得准吗 郭家老爷的书房在哪儿 郭家老爷书房在哪儿 那边 往那边走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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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把这枪离 离远点 离远点 你好跑呀 我不跑 不跑 别 别走火 走火 我这会儿害怕了 我看你偷金砖的时候 胆大的呢嘛 有有有 看你这人五人六的 长得人模狗样的 你看你干这营生吧 干了干了干了 年轻轻的 不学好 是那个屋吗 对对对对 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 把手举高了 倒霉 落在我手里 郭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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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人 我给你抓个大档 把枪放一下 把枪放一下 你快海人 你看 拿着金砖呢 爸 两斤羊肉啊 你先吃着 剩下的马上就来 我给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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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嗯 姑娘 这是我们老板 老板好 肉不错 好 还没吃完呢 这干啥呢 我们这儿的规矩是先给前后吃饭 啥规矩呢 先给前后吃饭 我们这儿就这个规矩 眼儿 我看你这个人啊 就点瞧不起人 你要再不给我羊肉的话 你小心我说脏话啊 一个姑娘说脏话 我还真没听过 你说说看呢 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你这脏话到底有多脏 走远开人机 再说一遍 艳片哪 这个艳老师 竟他们拿假玩意糊弄我 不敢说了是吧 老板 不瞒您说 我吃了这五湖四海的馆子 还从来没吃过啊 这前脚菜刚端上来 这后脚就为人要钱的 我担心你 你担心我啥 白吃不给钱是不是 你说得对 我还真的就有点狗眼看人低 如果你要是掏得出银子 我的眼就变成了骆驼眼 我在看你的时候 还得仰着看 掏吧 掏啥 掏银子呀 哎呀 真是 伙计 掏 好 哪能哪能翻人 你干啥呀 这就是你的银子 老板 我跟你说 我最佩服就是你这种人了 简直是火眼睛睛呀 你一眼能看着谁有钱谁没钱 这要是我真做不到 牛 牛 你真会说话 一板一板一板 你绑了 哎呀至于吗 我一个弱小的女子 不就是羊肉钱吗 那你总不能白吃吧 你放心 我虽说现在掏不出银子 我会叫人结这账的 你还叫人 谁呀 就你这个样子有人能给你结账 你说说看 谁来 我怕说出来你害怕 你不用担心我害怕 尽管说 说呀 郭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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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 郭进雄 郭进雄跟你什么关系 他能替你结账 你是饿疯了还是饿傻了呀 给我轰出去 走 我看谁敢动 郭进雄的千云小姐 什么呢 要犯的 你可又露馅了 郭进雄只有一个儿子 日本刚刚回来 你是从地缝里冒出来的大小姐呀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王母娘娘吧 所以说你不知道 我是郭进雄走三多年的女儿 你说你个卖羊肉的懂啥呀 赶紧 好 既然你这么说 那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到郭进雄家里去一趟 好呀 我还称重 没人给我带路呢 带路 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认识你什么千金娜小姐 刚才跟你说啥也没听见呀 走散多年的女儿 要不然能进你这破管子 我告诉你 下一回我要进你这管子 你不卑躬屈膝的我都不姓郭 好好好 那咱们就走一趟 不过 我有话说在前边 如果郭进雄把你打出大门 我就把你卖到瑶子院去 顶我的羊肉去 走 走就走 走吧 哎呀 走走走走吧 走 爷 还干嘛 你咋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了 这万一把你带着我跑了你能追上我 你不是把我卖瑶子院吗 我把你打不过我 嘿 那好 我爹 过来 来 跟我一边去 你不带个绳把我给绑上了 你哪那么多啰嗦 走吧 走吧 看啥呢 没见过漂亮姑娘了 这还 还有多月呀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这就到了 看看 就这个大宅子 哎呀 哎呀 妈呀 我爸还真是有钱活呢 你爸 你就等着你这个爸 打折你腿吧 别说了 别废话了 前方带路 快走吧 走走 好 这接着敲是这 敲吗 杨老板 有何会干啊 如痴梦中的敲美 前管家 你看看 这个人你认识吗 他咋了 他谁呀 这个女人在我们店里吃霸王餐 哟 就你那小店还霸王餐呢 不就是羊肉羊烫羊炸睡吗 就是 前管家我跟你说 他说是你家郭老爷失散多年的女儿 你说这我能相信吗 我 我就带他上这儿来了 胡说 胡说 这简直是弥天大谎 我在郭家待了多少年了 郭家的大事小事 我是了如指掌 郭夫人使得找 郭老爷就一个毒子叫郭坚 这谁不知道啊 这是要让郭老爷知道 看不打断你的腿 快走 谁打断我的腿啊 你这是在跟我家老爷 脸上破脏水 好些事你不知道我跟你说 果然就是个骗子 啥骗子呀 你不知道 打他 你打我 你这把我打完了 你打坏了杨老爷 你不要我了 你放开我 那你绑他 你要把我绑了 你就得罪郭坚雄了 我告诉你 给我放了 给我放了 放啥放 你要敢放我 我不告诉你 要把你轰出我们家大门 赶紧给我叫郭坚雄出来 快点 快点 你想哄老子呀 老子告诉你 我家压根就没有女王 杨老板 赶紧把他卖到原地原地 走 郭坚雄 你给我出来 你怎么可以 郭坚雄 乡亲们 快来看呀 郭坚雄不是他去追你了 郭坚雄 快快快 别别 Leadership 别别陪我啊 快 快快 백 去找他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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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等一下一会儿 郭老板 我帮她收拾你了 我的女儿 我说我家老爷没有女 可他非要说是你女啊 有意思 又来个赝品 走 看看去 走 听了吧 过来也好 老爷 就是他 叫啥名字 小女子 云秀 云秀 名字起得不错 云乌星耳出秀 他们还帮我把你卖的窑子院去呢 哦 所以你就跟他们说 你是我的女儿 正是 还正是呢 可惜我郭进雄 从来就没生过女儿 你咋没生过女儿 那是因为你没见过我 不是 我的女儿我没见过呀 那是因为你没认我 我凭啥我认你呀 老爷 本给他废话 打他 打他了 他自货 且慢 郭进雄 我有话对你说 好 说吧 我不想让儿等听到 咱们进大门说如何 还儿等 难道咱们俩之间 还有什么秘密不成 秘密谈不上 我大老远地来寻你 肯定是有事 只是不想让儿等听到罢了 我倒见识见识你骗人的本事 儿等退下 进来说吧 儿等等着 怎么呀 这儿行吧 说吧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 你 怎么又没啥可说的了呢 你把我抬到这儿来 是不是怕还打呀 郭老爷 小女子千锤百炼的 挨打了不怕 露馅了吧 你看露馅了吧 你是我的女儿 咋现在叫上老爷了呢 该叫老爷的时候 就得叫老爷 行了 别跟我在这儿耍拼了 说吧 什么事儿 我没跟您耍拼 我说的都是正经话 不是 你冒充我的女儿 你还算是正经话啊 露馅别生气 这动气伤身子 说不知自己 连青青的一个女子 你满身之间骗人家 你还面不改色 心不跳 啊 yapay yapay 你 感谢观看 您是不是觉得我捡了一套戒具 来讹您这五块金砖呢 您肯定问我 咋不去跟我爸报仇 咋还穿着这破衣蓝衫的 顾老爷 您就凭贺贵齐那三个字 您先让我吃顿饱饭 让我洗个澡 之后再慢慢跟您细说 行不 杨老板 刚才我这女儿在你那儿吃了多少钱 老爷 这女儿是她 你赶紧通知后厨 让她们赶紧做饭 另外给她烧锅水让她洗澡 吃饭洗澡 快去吧 郭老爷 她要真的是你的女儿 那你这事啥都别提了 啥都不提了 那哪行啊 咋子进去酸着 不不不不 郭老爷 郭老爷 您您拔根很毛 比我这腰都粗 不提了 行 那以后一块酸 得 谢谢郭老爷 谢谢郭老爷 您请回 您慢走啊 您慢走 你说啊 这郭进雄 平时看着他道貌万人的 其实呢 一肚子难倒你成啊 也不知道这郭老板 给哪个女人生的王 呸 走了 大阿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就别卖关子了 我卖关子 你是觉得我没这个本事吗 大哥 大阿姐说能帮你 当然一定能帮我 还是你这个兄弟比较灵光 我帮你可以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大阿姐你说吧 什么条件 你们所有人都得 你作证 除非沈达你愿意娶我 要不然 一切没谈 大阿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那你还在开这种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第一 我跟那洪三非清非故 我为什么要帮他 除非我是他大嫂 第二 有心公司上下 谁不知道 你跟洪三的关系啊 他走了 谁保证你安全 要是不跟我澄清 以张万玲的心性 纵使你武功盖世 最后还是死于非逸 还有 他们 洪三走了 谁让他们平安留在上海 要不要就你这个杰逸兄弟 你选吧 大哥 看来大嫂 早就是深谋远虑 思考周旋了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狼友情切不易嘛 虽然维帝不想用我个人的安危 来胁迫你答应 终身大事 但 在这 大阿姐 我善达何德何能 能得到大阿姐的垂青 我只希望以后能 顾半年的日子 我怕我给不了你什么 你 完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若真的答应娶我 这烟花之地我也就不待了 也算是给子孙后代祭典福吧 从今往后 我们夫妻俩 好好经营这酒楼 哥 那我审达 我审达 恭敬不如聪明 我审达 张大帅 带那么多人来光临我的小店 我审达 我小阿翘 先谢过 大阿姐 来你这儿找两个人 一男一女 听说就躲在你的凤鸣楼里 哪个多嘴多舌的胡说八道啊 我一大早在这儿喝茶 没看见什么一男一女 张大帅要是找人的话 还是去别处吧 好 那我不找人 弟兄们进去喝杯茶 背不住了 今天我凤鸣楼 提前打呀 不接客了 大姐 今天这个事 你是非要管了 我要说是了 我要说是了 好啊 那我只能以后啊 再向大阿姐道歉了 今天这两个人 我是无论如何要带走的 给我走 你们赶 各位永心的弟子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若你们当中 单干有一位闯进我凤鸣楼 我小阿翘 用祖宗令牌发誓 从今往后 与永心势不两立 心同水火 我一定都有我身平 所有的人脉关系 与永心 拼得山穷水晶 你死我活 下来 小阿翘不可怕 但他和四妹身后 由独军支掌 还有那些狂狗人 大姐 不要动这么大的肝活 我不进去 我在这儿等 等你开门了之后 我再进去 等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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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 还是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什么好日子 你们只要好好活着 就是自己打得起笑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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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不谢谢大嫂 那就谢谢大嫂了 谭哥 你也保重啊 三弟 路上都小心 等你们到了落脚的地方 我和你大嫂就去看你们 行了 赶紧把衣服换上 时间长了 我怕在身病苦 准备出城吧 十年 十年 看这镇长 车夫会是要和我们永兴公司作对 师父出城之前 特意交代我要管照这个混蛋 红三 师爷 陈男人得罪了 那帮我一瞧下我 那怎搞来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两个人 只要从这门里出来 我必须拿他 我们双方从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为了一个红三 要搞个鱼死网破 你自己掂量掂量 值还是不值 是 师爷 今天这两个人 正是要走出凤鸣楼的大门 我们还拯救药管 师父讲的话不敢为命啊 师父走了 汪雨桥一走 葡萄帮的精英 都跟他南下了 正现在走的走散的散 还有不少投在了我们的门下 现在 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那也算是老乡是一场 识时务者为军节 开宫 可没有回头见 明知不可为安为止 那叫真英雄啊 那是什么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重 明镜与点点栏目